为什么这么多互联网人都失业 因为招的太多了 业务又没有发展起来 那为什么一开始要招这么多呢 因为人便宜啊 开除也便宜 失措成本低啊 那为什么人便宜呢 因为一年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太多了 社会根本就消化不完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大学生 因为高中职高 考大学的人多呀 那为什么他们非得考大学呢 他们去学一门技术 去工作挣钱不香吗 因为只有拿学历才能有出路 你没有学历 你只有技术 你就低人一等 那怎么就低人一等的 那我问你考工要不要看学历 你进国企事业编 你要不要看学历 你看哪个大城市 落户政策里面 不要求学历的 你会干活就行了 你有手艺就行了 你不会考试 你就是不行 看出来没有 互联网失业潮 大学生考研潮 都是因为蓝练工作者的社会低位低 不难的